有两位可爱的日本少女 足以迷倒很多男性 但是她们的真实身份 却是冷血无情的杀手 这样的少女 你还敢随闲吗 今天我跟你们讲的这个故事 次讲一就是关于 日本少女杀手的一场争斗 这个鬼才道彦在描述 女杀手这块 简直是能感到十足的经验 故事讲述了三个自由职业者 卷入了帮派夺权的一模中 女主海空来 就是三男的其中之一 还有一位顶着小辫子的小鬼 以及上了年纪的大叔 他们三男什么都做 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不管黑的白的 但主要还是围绕着 未来时代的机器人玩偶 三男自产自销 这种玩偶可以仿制任何人的外貌 由于随时可能被人模仿 所以似乎在这个年代 这种交易是属于违法的 三男最近就接到一单 关于玩偶的交易 这玩偶仔细一看 真的和真的没有区别 并且由AI搭载 还能听命任何安排 每次交易行动 都有小鬼和小爱去交易 大叔则在附近蹲点看守 如果有人不给钱或者黑吃黑 那么可以通过大叔手上的装置 引爆玩偶 可是在忘风的过程中 大叔却遇到了旧箱时 两人以前都是在警察区做事的 可似乎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 同时出现 也给这次交易 险些带来麻烦 因为小海他们真的遇到了 不想给钱的小混混 对方还用搜身的名义 对小海的身体上下棄受 这样他一场恼火 而直接删了对方一巴掌 小混混当场就撞到了玻璃上 觉得小海有些意味 未尽还想再来几拳时 他的脑海突然闪过 一些从未见过的记忆 好像是一个女孩子 他可以确认自己没有见过他 这个记忆持续了很久 让小海都有些恍惚 在他清醒之后 小混混却说 不想给钱呢 这场交易就因为这个举动 而彻底谈崩了 但小海他们也并不着急 因为他们早就料到会遇到这种人 所以他们的处理结果就是 宁愿毁掉也不白给 而引爆装置就在大叔手上 但这大叔却会被同事给纠缠着 小海他们已经倒数321 准备同时大叔引爆 但是尴尬的是 他们的倒数却没有出现爆炸 小朋友以为自己遇到了傻子 但大叔很快就从耳麦听到了求救 还是找到了机会引爆了玩偶 小海小鬼两人从窗户跳了下来 大叔同事被从天鹅将两人给弄倒在地 虽然小混混也过来阻止他们 但是却被信仰手大的小海开枪摆脱 三人回到基地后只能吃饭消气 但是很快 他们就接到了新的任务 他们平常也会接一些委托赚钱 这次来的是一个粗胖的老头 他们给了小海一个绑架任务 对象是一家著名的棒球社老板 可是此时的小海他们并没有认出这个绑架对象是谁 如果他们知道的话 说不定就会放弃这次委托 因为这个棒球社老板是出了名的很大 而他的女儿陶子则比他更加狠大 老板动不动就会用棒球棍打自己的员工 那场面简直是不能用残忍来形容 而打人只是前菜 在体验一番皮肉之骨后 陶子会直接开枪杀人 两个妇女在业界成了无人敢招了的对象 而在执行任务的当天 陶子和父亲在打保龄球 小海他们也通过调查得到这个线索 可是印度眼镜的是好多的保镖 但即便如此 任务还得继续 于是他们前途其中 然后通过一款蚊子大小的飞行器 试图给老板下泄药 然后让他跑厕所 实行绑架计划 可是中途 小鬼走神了 导致飞行器被个保镖给拍飞了 但好巧不巧的是 就正好落到老板的水杯里 而老板也好巧不巧的 没有看到喝掉了 还没等保镖跟上 他就马上跑出门 想要去上厕所 而小海他们早就等候多时 这次灯物比想象中的要容易多了 可是这个小队之内 也比想象中的来得不靠谱 因为他们打算从天花板的通道爬出去 可是爬着爬着 老板手上的戒指却如此巧合地 从通风管道掉落 正好底下就有保镖站着 一时到老板出事的保镖 很快就到管道上 找到了小海他们 一番枪战 一个保镖被小海打死 然后掉落的时候 却砸破了天花板 三连很突然地 就落到桃子的面前 可是桃子在看到小海的时候 整个人就像触点一样 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原来小海之前的记忆里 那个女孩就是桃子 而桃子也会时不时地出现记忆碎片 而小海则出现在她的记忆中 两人可以很确定地说 不认识对方 但那种奇妙的感觉 却又说不通 于是在清醒过来后 他们两人就打了起来 可是桃子似乎在实力上 略逊小海一筹 小海仅凭一人之力 就对抗着这里的保镖和桃子 而小鬼其实早在 刚刚就被保镖打了麻醉剂 但是剂量似乎不是很大 因为很快他就苏醒了 而大叔在接到小海的求救后 立刻开着车闯入 救助了小海小鬼他们 并且还带走老板的尸体 没错是尸体 本来老板是没有死的 可是似乎在刚刚的乱战中 被人打死了还是怎样 小鬼和小海也不清楚 反正现在过途不打算支付尾款了 因为他们要的是 活着的人所要赎金 死人对他来说没有多大用处 这让大叔和小鬼特别生气 他们直到现在才知道老板的身份 也知道自己接下去的日子 都不会好过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桃子的性格 雅思必报 即便到天涯海角 自己等人都会被追杀 而桃子在这件事发生之后 第一件事不是复仇 而是先清理掉这次 去保宁球馆的保镖 所有命令手下 一定要找到三连报仇 事已自此 小海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变 于是三连找了一个荒郊野外 打算埋掉老板的尸体 在他们挖坑的时候 小海突然提议 这次任务做得这么亏 要不大胆点 假装老板没死 继续找桃子索要赎金 这个方法很大胆 也很疯狂 三连犹豫之中 之前的雇主就突然出现 拿着枪对他们说 不可以在这里埋掉老板 雇主并没有打算杀死三连 而是继续要和他们合作 因为小海之前的提议他很赞同 他告诉三连自己是老板的秘密杀手 之前接过老板的委托 将业界几位实力很强的棒球手 全部杀死 这在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件事大叔有印象 因为那时候他还是警察 而小海听到后 就调侃大叔那时候一定头发很多 其实小海喜欢这大叔 但是没有表达出来 而大叔被小海夸赞 也忍不住开始自演起来 说自己年轻时 有着一图乌黑亮丽的修法 加上做警察时的那个气质 被人俗称少女杀手 玩笑开过后 大叔却很认真地询问雇主 那场案件他也有去查过 但是根本没有任何线索 如果不是场面故意血腥 他们真的就会认为 这就是一起自杀事件 可事实上 那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不可能的 奈何没有证据 这个案件到现在都还没有侦破 可大叔奇怪 那为何雇主想绑架老板呢 原来在雇主进盆洗手之后 老板给了他一笔风厚的奖金养老 本来可以这样安度晚年 可是陶瓷生情多疑 担心雇主会哪天良心大发 而说漏罪 于是拜登想要秘密解决掉雇主 其实雇主绑架老板 并不是想要赎金 哦不对 他也想要 但更重要的是 他想要以此拖延时间 用老板做人质 好量子有时间 有机会可以跑去国外 小海的计划 让雇主觉得可行 这样不仅可以拖延时间 也可以要到赎金 可是还没等他们继续商量下去 服务员就端来咖啡 小海奇怪他们没有点咖啡呀 这是服务员指向了远处的两人 他们就是一开始 照相爱买玩偶的小混混 两人后不容易找到小海他们 二人直接抓起雇主 扔了出去 然后举一枪对着小海他们 眼看被人拿捏住了 调皮了小海 声东击西 然后小鬼合作拿刀叉 直接扎到对方的手 三人就将大要大把人离开 可是他们发现雇主不见了 而在这天夜晚 陶子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以为被人猥亵了 但等他拿起枪 却发现自己看到了爸爸 而爸爸还带着小海一起来 说两人要好好相处 看到小海 陶子就格外的生气 还想要说什么时 小海却说 你不觉得我们很像吗 这句话让陶子一下子惊醒 原来这是个梦中梦 可是门外的保镖却来报 他们收到了一封信 新年要求陶子准备好 三亿九千七百万元 并且只用陶子一个人来交易 他们看到了录像 发现老板竟然真的还活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陶子不知道 但既然老板还活着 而且钱对陶子来说 根本就不是那么重要 但因为刚刚那个梦的原因 这让陶子更认为这是一个挑战 所以他不会这么简单的 就交出赎金 通过数据库 陶子很快就锁定了 三人的外貌和个人信息 然后命令手下 在三天内 也就准备抓赎金之前 抓到三人 而在这期间 小海他们也知道 自己需要小心行事 可是耐不住 躲在家中太寂寞了 所以小海 偷偷的找机会溜了出去 然后去进进那个雇主 拿到属于他们委托的围款 而大叔也出门去见以前的同事 两人在电影院解除了矛盾 因为大叔承诺 自己会把同事 跟男领导的那点事 藏在心里 这让同事松了一口气 也决定不再纠缠大叔 可是大叔却被陶子的手下纠缠了 因为他们找到了大叔 还有大叔伸手不凡逃了出去 他立刻打电话通知小鬼赶紧逃走 可是 却得知小海已经独自出去了 最后两天的通话 就被波挂断 担心小鬼的大叔 马上取车赶回去 可是他没想到小海却被陶子给找到了 这一次小海就没那么幸运了 虽然他的格斗技术很好 但是却被陶子投机 用电线给电晕了 然后被带回去的陶子 被狠狠地教育了 大叔赶回去后发现 自己的助手已经被炸掉了 不过还要小鬼藏到地下室 而躲过一街 固执在他逃走后 跑来通知大叔他们 小海遇难了 于是大叔被迫 将三亿多的赎金 换成了玩好的小海 两人定在今夜交易 可陶子却玩起了文字游戏 他也不再打小海了 而是找到了之前买玩偶的小混混 那他们想对小海做什么 就做什么 前提是保证身体不给被伤到 而等到交易的夜晚 通过玩偶技术 他们仿造出了老板的模样 爽光真的暂时和谐进行交易 可是陶子却发现 爸爸好像有些不对劲 但是哪里不对劲 不知道 还以为是大叔他们做了手脚 于是就跟着疯疯癫癫的假老爸 离开了现场 可陶子早就安排了人 去处理这条小海他们三人 小海他们试图打算逃跑 结果被折返而回的陶子才能射杀 但是接下来就又出现了一位小海 陶子就才知道自己杀的是假的小海 原来早在大叔和陶子协商的时候 小贵就跟着雇主计划营救小海 因为在老板手下做过事 所以才利用最快的时间浅度 把假的小海放在了这里 而这个操作还不是让陶子嘴气的 最气的蘑菇瑜他才发现 自己的老爸也是假的时候 但是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最后陶子被小海开枪打中 而之后还没有结束 原来雇主一直都才是最后的大boss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雇佣的杀手 而是这些保镖的老大 他一直就在老大手下做事 两边互通 就想弄死老板继承这个家产 虽然大boss出现的很是时候 但小海他们早就发现了雇主的身份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通过扫描就发现 他的身子骨根本就没有外表那么厚实 本以为是担心暴露身份所以伪装 可现在看来如同猜测的一样 信号他们留了一手 那个被打死的老板玩偶被引爆了 三男彻底摆脱了这场财权的争夺阴谋中 头疼的是兜兜转转啥也没有闹到 还得重新找活用 这是成人三部曲冲的其中一部 我之前已经讲过另一部风筝 有趣的是 在刺强音中 这一幕出现的女孩子就是风筝的女主 其次我认为刺强音真的不应该被打上 成人像的标签 因为对比风筝来说 她的剧情指度真的完全不大 男和女主海空来做的梦 还有后面被关在房间里的玩偶剧情 这几段画面真的有些大胆 可这些剧情并没有和主线有太大的观念 所以我认为可有可无 但肯定有人喜欢看 而这部动画是为了铺垫后面一部 免向全年人观看的 绿色健康小清新 危险代理人而做的前段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 虽然导演因这类风格的动画而远近闻名 可是到最后的作品 已经感觉没有之前的那种暴力美感 可能是自己也厌倦了这些风格吧 我知道很多人对女主和桃子 出现的记忆共鸣很好奇 表示我也很好奇 因为剧情上确实没有去解析 没有去讲 部分剧情虽然没有交代完整 但是对于三部曲来说 动作戏份比剧情会来得更加重要 只有自己体验的这个画面 才能明白何为宝丽美学 虽然这个画风在如今可能没有那么优秀了 但毕竟是早年动画 抬杠就显得你小气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 只要这个鬼才导演的名字叫什么呢 你最喜欢的动画导演又是谁呢 不妨在评论区说看看 我是少年 一位迷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